哈喽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今天早上9点钟 酒吧货卸完了 从9点钟开始找货回家 一直找到现在 没找到 因为明天是酸物节了 都要放假了 也没火 在这里卡车旅哥 祝大家酸物节快乐 本来我是不打算回家的 再干个几两号 但是女儿打了我四个电话 让我回家 她说她放假 让我带她去玩 这货也没找到 我打算放回家 从早上卸完货 就把车都开过来 停在这路边上在找活 中午饭都没吃 没找到 回家 空放回家 不管她了 不管她费用多少 女儿都打了四个电话了 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我和她说的明天到家 必须答应她 回家 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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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一多半 下路 一少半高速 明天早上 九点钟 差不多可以到家 走喽 回家喽 兄弟们我要回家喽 江南这边就是红绿灯多 高速舍不得走 高架快速路不让我们走 只能走在下面 前面五成路 你看 这个西太公路堵死了 成紫色的 一路都在堵车 我的天哪 看看车有多少 你看 全都是车 不动 不动 喽了 我说是怎么回事 这边修路了 要知道 早点看导航就好了 走高速就好了 太难了 哪里都堵车 从西太公路堵了两个多小时 这儿跑到苏鱼章 还是在堵 你看这车 过街回家 太难了 本来预计 明天七八点都到家的 我看要完蛋 到不了了 高速我估计应该也在堵 下路这次一张 基本上没堵过车 现在已经堵成这样 又一次的堵车 看挂车都打着双闪 这路面有点湿滑 好像刚刚下了一点雨 这种刹车特别难刹 而且特别滑入面 现在是晚上九点二十三分 你看我开的有多快 看到没有 十码 看看前面 太堵了 不知啥原因 是不是都回家过了 过这个端午节的 这路边都提上来吃饭了 好多车 看到没有 全都是大货车 我们也进场上停的吃饭 我还好没走高速 相信大桥也在堵车 如果要走上去的话 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就玩完了 只能在那边等了 我现在要改变路线 你看 它都堵成那个紫红色的了 说明严重堵车 我要改变到 走那个泰州大桥 那边不应该再堵 泰州大桥也在堵 而且渡口 这渡口好像也都是 也都在堵车 这么难呢 现在 看也都是红的 看到没有 吃上红牛喝完了 去买两瓶红牛 继续走 现在已经到江音了 在这个江音大道上面 这边有小店 我去买两瓶红牛 买了两瓶红牛 今天晚上就指望它了 准备出发 不过现在还在堵车中 慢慢开吧 先开到跟现在说 高速都在堵车 没法过江 我选择百度 12点到3点钟 是不行的 没有船呢 要3点钟才能有船 你看这小车 我们下去看一下 看这车 看货车在哪里 这是我的车 货车排成一条队 小车乱他队 要3点钟才有船 现在1点钟了 可以睡两个小时觉 我先睡觉吧 把手机调成 闹钟调成3点钟 然后起来 凌晨3点钟了 我过渡要85块钱 大家都在排队 准备过渡 准备登船 这一张旧船票 是否能登上你那艘客船 马上登船 我排在第一名 这一夜才跑220公里 堵车堵得太厉害了 我现在决定上高速 6月25号4点27了 我还在路上 还没到家 太多了 这天马上也黑了 我也马上到家了 我把车放到新宜这个服务站 等到明天或者后天过来搞一下 十几个小时 终于到家了 车放在服务站了 过两天过来搞下排气 这弄啥了 现在有个人来接我 一个会要脸的 看到没有 你看 好了 这期视频就非常到这 如果喜欢吕哥 请帮吕哥转发评论 加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 下个视频 我开二生兄的车 试试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